大家好,我是柏拉圖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英國做Gym 有什麼選擇和大潛大約是多少 在英國每個城市都有自己Counsel的Gym Counsel的Gym就是價錢比較便宜、大眾化 offer的東西比較多 可能有打哥爾夫球 或者可以踢球、打籃球 這些大家都可以去做 每個城市都有不同的Counsel 自己舉辦自己In Charge的Gym 整個英國來說 有幾間大公司有連鎖的Gym 有一間最貴的叫David Lloyd 大約100英鎊左右一個人一個月 他們走一個比較高尚班時的路線 室內外泳池 有Chukusi Sona 這個Steam Room 他們的Gym的Equipment 全部都是最辛苦和最好的 自己有餐廳、有Cafe 有WiFi 有平板電腦給你用 很多收入比較高的人 其實他們在Day Off的時候去 都是等於一個Day Out 一個放鬆、放鬆的地方 不單是只要做Gym 這個比較貴的Gym 一個中等偏相 叫Nutfield Health 大約40到60英鎊 一個月 他們的Equipment各方面 都是最好的 但他們的裝修各方面 不是不好 但跟David Lloyd相比 可能就相當 但其實他們的服務各方面 都是比較好的 有Chukusi 有Sona 有Steam Room 也有不同的XI classes 大家都可以去做 也有很多年輕人 有兩間Gym 這十幾年在歐洲 叫Budget Gym 譬如有一間叫Tour Gym 或者叫Gym Group 那這些Gym 就是24小時的 24x7的 那他們就是15到20英鎊 左右一個月 那這些Gym 就是Equipment方面 都比較Basic 沒有泳池 也都不會有毛巾提供給大家 那大家去的時候 亦都會要求大家 在做完 自己帶毛巾過去 做完這個Gym之後 自己要抹 那我們走的路線 就是比較friendly 大眾化的路線 而且它是24x7 比較適合一些年輕人 或者說 我只是想做Gym 我亦都不想去做些什麼游泳 但他們亦都有 All for exercise classes 瑜伽 Spin bike Body pump Body attack 這些他們都是有offer的 那還有 如果大家想請 personal trainer的話 在英國的PT 大約是25到45英鎊一小時 25到45英鎊一小時 那那個質素 其實跟香港 和其他行業一樣 其實都有些參差不齊 那大家就可以去看 比較一下 比較其他不同的朋友 或者做過 其他的網站 大家自己找回 25到45英鎊一小時的personal training 那如果大家買package的話 是會便宜一些的 那香港有原因很有特色的 英國是沒有的 就是Gym的那些 林審的東西 簽contract 那些 浴缺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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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樣問題 還有就是游泳 如果有家長想小朋友學游泳的話 游泳的價錢通常那些gym 或者是council的gym都會有的 價錢就會分別比較大 通常都是20到30英鎊半小時 這個是一個大class 一個class裡面可能有6到10個小朋友 這些游泳班如果大家想學的話 就是15到25到30英鎊都有 由小朋友到成年人 都是有這些class大家可以去學游泳的 以上就是我對英國gym的看法 價錢各方面的一些個人分享 如果大家有問題的話 留言給我或者說P.A.我 我就再開一集和大家分享一下 其他方面的資訊 多謝大家